Hello,大家好,我是Shanan 今天我在Sunnyville这边带大家看这个房子 那我首先要看的这个是在94086 算是Sunnyville的一个入门级的一个区域吧 然后带大家看一下房子 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对于卖房买房 或者对房子本身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尽量的给大家解答 因为我收到蛮多的私信 或者在微信上找我的朋友 会问我一些关于房子的问题 那我就在想说 如果一个人有这个问题 可能代表就背后有一百个朋友 都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在留言区讨论 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 我能够做的帮助 那如果是想要在Sunnyville购买一个 入门级的独立屋的朋友呢 是可以考虑82号公路以北的这一片的区域 然后这边大概三房的独立屋 价格是在2到2.5米连左右 那我现在要看的第一个房子呢 说一下数据啊 它是一个三卧室两卫生间的独立屋 建筑面积1500多尺 然后土地是5400尺 1945年的房子啊 然后它的开价是199.9万美金 当然最后的成交价 可能会跟这个价格是有出入的啊 那这个在我们湾区的房地产市场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 然后进门来看第一个卧室 这是进门来的第一个卧室 它的这个朝向是朝到正门方向的 也就是说可以直接看马路啊 然后它在这边 这算是一个主卧 所以它是有in unit的这个淋浴间的 那这个淋浴间很显然是新装修的啊 装了这个照明系统 然后悬浮式的这样的洗手池 都是最流行的这种加装元素了 然后这边做了非常多的储物空间啊 这一点对于一个家庭来讲非常重要 OK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两间卧室在进门的右手边进来 它这里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赞啊 我很少看到这样的设计 就是一个full bathroom 洗手间淋浴间加厕所 然后跟这个laundry是放在一起的 放在同一个房间的 我觉得这个对于面积不是很宽裕的 小户型吧 也不算小户型 就是面具没有那么宽裕的房子来讲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 OK这边是一个客户 同样是跟大门同一个朝向 也就是看门口这条街 OK这边是另外一间卧室 那这样的话这两个卧室就共用刚才的laundry的那个bathroom 那个bathroom呢 你在客厅这些活动的话也是有哪一个bathroom 这样的话三个卧室配两个洗手间 可以说很完美的解决了一个家庭的日常使用 好这边客厅餐厨厨房全部打通了 一个L型的客餐厨 因为在我们湾区大概40年代到80年的房子呢 很多房子会有比较矮小呀光纤暗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把室内这个活动空间 把它完全打通的话 视觉上会宽敞很多啊 然后你看这个房子也加了拉门 然后也有很多的窗户 所以说采光的问题基本上是解决了还是不错 我们出去看一下它的后院 这个土地是5400尺啊 然后这个是车库 这个小房间是一个独立车库 从前面driveway可以一直开进来 那这边搭了一个算是California room 这边是园子里种了柠檬树 这个柠檬树应该是种了十年以上的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这些都是原来的屋主种的啊 我看这个植物都不是新种的了 这个是无花果 这个植物我不太确定是什么 但是这一片应该都是以前的屋主种的 都很大了 有三棵无花果树 那这一片小小的土地呢 如果自己爱好种一些植物啊 都是完全足够了啊 这个后院不大 但是也挺方正挺平整的 自己要发挥一下 搞一搞也是可以的 这一件就是一个单车位的车库啊 我从外观看的话应该是挺一个车的车库 但是它很长 就是说如果你有拖车或者是有小心船的话 都是可以停得了 然后这个栅栏上挂了一些铁丝网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种一些帕腾植物啊 比如说风车茉莉什么的 这样子把这个fence装饰起来 那夏天的话也可以很香 做一个隐私的阻挡也是蛮不错的 那这个房子差不多是这个情况啊 报价不到200万美金 好我们现在看的第二个房子 也是在94086 一个三卧室一卫生间的独立屋 建筑面积1100尺不到 土地是5300尺差不多 刚刚才那个土地差不多啊 但是房子小少一个卫生间 这个可能就是他们这个价格差距的原因啊 这个房子的报价是185万美金 那同样最后的成交价 会根据这个offer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啊 那这里是厨房 厨房倒台 然后一个校的早餐区 那这一个房子的布局 你看它就厨房是隔起来的啊 并不是跟客厅完全打通的了 它是一个52年的房子 当然这个布局在湾区也是非常典型的 这种小三房的布局 好三个卧室全部用这一个卫生间浴室 那这样的配置的话 如果家里面人口不是特别多啊 像我有一些朋友是一个人住 然后父母偶尔会过来玩具小住 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也是够住了啊 当然大部分的 现在的流行趋势呢 是流行几个我是配几个卫生间 但是我们老房子 它的这个布局就不是这样子 如果你要加件卫生间的话 要重新去画设计图去申请perme 就是在时间和金钱上都会有不小的花费啊 说实话 所以说呢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考虑自己的需求为先啊 看这个房子能不能解决你的需求 OK我们来看一下车库吧 车库也是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宽的 一车位的车库 这个停两个车是停不了的 那laundry 还有热水器 都是在车库里面 还有蛮多的储物空间啊 原来的屋主做的 这些都应该是 不过这个房子 因为它是独立屋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两个车的话 甚至三个问题都不大 你可以停在前面的driveway 还有street parking 这个是独立屋的一个好处吧 算是 街区都是可以停车 那其实我这期视频 看的两个房子的话 他们的这个社区都还不错啊 安静 而且也还蛮安全 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院 有一个工具房 然后后院全部打成水泥地了 一个非常低维护的后院 好那这期的两个房子就看完了 你们会更加喜欢哪一个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Shanan 下期再见